现在是在上班时间 你跑这儿来瞎扯干嘛 现在是在上班时间 师兄 你不是说你要监督我换药吗 我有说过吗 那去吧 你是我的了 你傻坐着干嘛呀 还在回味刚刚那个拥抱是不是 讨厌 还不谢谢我 谢谢你 我的好姐妹 真羡慕你 终于守得云开剑月明了 你以后一定也会这样幸福的 小雅 只要你得到了幸福就要好好春秋 我会的 那你的幸福在哪儿呢 我的 应该就在眼前了吧 等她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好 我把兔子给哥哥帮你装饰好不好 好 来 站起来 哥哥帮你把衣服穿上了 外面特别冷 站稳了啊 好 贝贝 咱们今天就要出院了 要去一个新家 那里有很多很多小朋友陪你一起玩 好不好 芸汐哥哥 你 以后你真的会每趟都来福利院看我吗 当然会了 芸汐哥哥哥答应你 以后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好不好 你真的不会像我妈妈那样吗 好 对 乖 行 一会儿你再去拔船看一下 嗯 好的 行 坐好核对就可以了 好 芸汐 芸芸 芸芸 咱们姐姐们说再见吧 姐姐再见 你要走啊 真舍不得你啊 比来的时候更漂亮了 你看他说大眼睛 长大以后再迷死多少人 怎么了 她被长什么呢 芸汐哥哥 小堂姐姐呢 小堂姐姐可能因为工作忙所以没有过 咱们不要打扰她了好不好 真乖 谢谢你们这么长时间照顾芸芸 你们以后啊也会好好的 对不对 芸芸 嗯 我会好好的 芸芸加油 乖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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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唐医生还真不来送啊 不是吧 姐姐 姐姐 今天出来开不开心啊 开心 谢谢 姐 小心 小心 我还愿意姐姐不会来送我了呢 怎么可能呢 灯灯 喜不喜欢 喜欢 这里面啊有十首歌 都是芸芸最喜欢听的 谢谢姐姐 我睡觉的时候会把它放在身边 这边姐姐在我身边一样 姐姐会想你的 姐姐 别哭 不哭 不哭 姐姐是特别开心 看见芸芸那么健康地出院 芸芸要坚强要勇敢 你是姐姐最好的榜样 好不好 芸芸 今天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了 不是去别的地方 是去福利院 芸芸 那里有很多小朋友 可以跟我一起玩 老师和阿姨都很好 你去做做书 她每天都会来看我 那就是我的新家 芸芸说得特别对 姐姐也会去看你 给你带好多好吃的 再给你陪你去看电影好不好 不 不 不 与其哥哥说了 我们今天都应该高高兴兴的 哥哥说得对 我们都应该坦坦兴兴的 好了 薇薇 我们该走了 快跟姐姐说再见吧 谢谢 谢谢 我们曾对命运咆哮 为座天失望 怀疑我要去的地方 我们 却为停下脚 不及时望前闯 勇敢是最后的绝境 一路上我失了眼眶 我们都一样 一样会悲伤 一样会绝望 我们都一样 一样会彷徨 一样想要伪装 一样会坚强 我们都一样 一样会彷徨 一样会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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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成长 一致成长 怀孕 怀孕 到底是谁怀孕了 他们俩都认识 那没可能我不认识啊 不会是唐豆怀孕了吧 不可能 他怀孕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谁怀孕了 燕燕 你怀孕了 别儿去 你才怀孕了呢 不是你啊 不是你啊 那是谁啊 我告诉你是谁怀孕了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那孩子是谁的 你的 我怀孕了 叶大夫 多多 告诉阿姨肚子还疼吗 不疼了 那我可 可不可以摸摸你的小肚子呀 不好意思啊 可能护士没来得及收 没事 摸了啊 这儿疼吗 好嘞 不错啊 恢复的 嘟嘟妈妈 那个还是得小心别让孩子着凉了 盖好被子啊 玩吧 叉叉啊 小竹 小竹 来杯咖啡 好的 别的咖啡 好 谢谢 咖啡 鸡老师 坐吧 怎么了 我们被薇薇带走了 对不起 鸡老师 对不起什么呀 这话你想对谁说 唐伟佳 你知不知道 一个魂不守舍的医生 会害死人的 如果出现了事故 受处罚的不是你一个人 还有我 我是代理的医生 更重要的是那些患病的患儿 唐伟佳 你做事能不能长点心呀 有人死了你失魂落魄 孩子出院了你还是失魂落魄 你还能不能做一个医生 你要做不了的话 就回家做你的大小姐算了 鸡老师 您能不这样吗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以为几乎跟我同一时间 年轻抑郁 我真的已经习惯她 没事的时候我去看她两眼 就算我累得脚不沾地 被您骂得狗血淋灯 我 我看着她我就有力量 收清完了吗 你告诉我你是谁 唐伟佳 身份 身份 尔科住院医 说完整点 我叫唐伟佳 是锦江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尔科住院医 你现在给我听明白了 你只是一个住院医 我们会跟很多的患儿接触一段时间 之后她就会消失在我们的生命里 没有人会记得你叫唐伟佳 只是知道 有一个跟在导师后面的医生 给他们治疗感冒或者是腹泻 如果有一天你们在大街上相遇 他们有可能都不知道你是谁 可要是唐伟不一样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你是想说唐伟的命是你救的对吗 我 你现在去急诊室里看一看 每天有十几个 甚至是几十个荒儿进进出出的 如果都像你这样的话 是不是隔三差五 就有几个哭死过去的呀 你现在可以去病房里看一看 是不是只有唐伟这么一个病人 你可以去数一数啊 如果你想多愁上感 回首往事的话 你可以下班的时间去做呀 我明白了一要是 行了 抓紧时间去吃饭吧 太厉害了 行了 你什么时候谁会偷听了呀 没有 我这不找你签字吗 签什么字啊 你看 我说你这个骂人的水平 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啊 怎么了 是不是骂太严重了呀 勉力藏针 比破口大骂歹多多了 讨厌 是签证吗 对 我记得我那时候是不是也被主人骂过呀 钟主任啊 他哪会骂人呢 好像不是钟主任 是另外的一个什么主任 忘记名字了 我想起来了 你说的是不是儿外的陈主任哪 那时候咱俩住一个屋 你那天被骂了 回来嗷嗷一顿吐 后来呢 后来 后来你感觉特别好 重生了一般 刚才唐宇佳没哭 看来啊 我骂少了 你这人 没事吧 人被你骂哭了 你说人脆弱 人比你坚强 你又觉得骂得不够 能不能行了还 我先走了啊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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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生什么都好 就是不能再接受 来 来 叔叔 好 先坐下 怎么样 佳佳的事你有什么打算 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 不是吧 佳佳已经都怀孕了 过几个月孩子就出事了 你还没打算 叔叔 您先别生气 我以为您一上来 会先骂我一顿 没想到您先问我打算 其实这个打算是有的 我准备和佳佳结婚 只要您一同意 我会和她立马去办手续 马上办手续 双方家长那也得见见面吧 是 是 我会尽快和我爸妈沟通的 他们知不知道佳佳怀孕了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 不是吧 你没跟他们说 叔叔 您先别着急 确实是因为这件事情 发生得太突然了 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他们说 但是请您放心 我会尽快安排 双方家长见面的 我告诉你 我把佳佳嫁给你 不代表我喜欢你 我是迫不得已啊 叔叔 我知道您现在还不喜欢我 但是请您相信我 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得最好 让您觉得佳佳她没有嫁错人 希望你说的是真的 要是被我发现你对佳佳不好 我杀了你 是 我知道了 叔叔 那 去工作吧 那 我先去工作了 再见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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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佳 老婆 我回来了 老婆 佳佳 人呢 人呢 在家 瞎死我了 好看吗 画什么呀 怎么画个小孩呢 你想生孩子了 生你个头啊 我最近不是在做 阿克常见秘手册的调查吗 其中有一条反馈就写到 我们的小册子太专业化 太书面化 所以呢 我想加入这种卡通人物 然后重新排版 做一个更生动更有趣的小册子 老婆 你可以啊 这你都想得出来 画得也不错 那你也不看看我大学的时候 学了两年卡通画呢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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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老婆 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发现啊 你看你来儿内这短短的几个月 其实你自己已经有变化了 没有吧 你想想你刚入职的那一天 胡天喊地地要让我把你从儿内转到儿外 现在怎么了 一头扎进去 不想当外科大夫了 错 我的终极目标就是外科医生 我是这么想的 我现在接触的每一个患儿 都有可能成为我将来的患者 我在他们儿童时期呢 就给他们打好良好的抵御基础 这样呢就减少他们进我们外科手术室的距离 这叫防患于未然 老婆 你这才叫有远见 我现在做的一切啊 就是为了将来成为一个 优秀的外科医生 正好 我这边也有一个惊喜要给你 什么呀 你猜猜 老唐催婚 你爸那不是在催婚 你爸那是在批婚 是不是该值得庆祝 走 走 佳佳 我说 咱们这次 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但是我总觉得这次的成功 赢得不够光彩 咱们这等于是又欺骗了老唐一次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觉得这良心上过意不屈 爸 想去你老丈人的揭发我呀 那怎么可能呢 我就是担心 万一让老唐他发现了 那该怎么办呢 所以啊我们得趁热打铁 赶紧让双方父母见面 到时候木已沉舟老唐也拿我没办法 但是你这肚子 一直滚不起来 这时间一长了 老唐还不得气死 你是不是学医了呀 医学上哪有百分之百的确定啊 我到时候就说我 验语输了 那不就得了 你这么做倒是行 但是我总觉得 有点对不起他乱下 你到底哪头的呀 我当然是你这头的了 开脚 都谁呀 有没有帅哥啊 以前三班那个王晨长得挺帅的 他来了吗 真的 那行 那你们等着我啊 我马上来到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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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东 唐东 你可恶什么好看呢 好嘞 这什么玩意儿 这是 好嘞 好嘞 我先带两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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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燕 你怎么来了 跟你打电话叫我过来的呀 我打电话叫你过来 对啊 我怎么可能打电话叫你过来 你是不是喜欢我 你今天喝了有点失态了 失态 我不觉得我这样失态呀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这儿吗 干吗呀 今天是我高中同学聚会 它挺好的 我也好久别跟高中同学聚会了 但是我特别不爽 你知道今天聚会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吗 他们说盖燕燕 就凭你 燕燕 你也能考上医科大学 你别怕我 我盖燕燕 为什么就不能考上医科大学 我是凭是爱玩 爱闹 爱跟男生在一起 但是我为什么就不能考上医科大学 我凭我自己的努力 考上了医科大学怎么了 怎么了 我就是要告诉他们 我要做一个极美貌于智慧于一生的女神 好 女神 咱们走好吧 还有你 芸汐 我知道你瞧不起我 你跟深河都瞧不起我 我就是喜欢她怎么了 我喜欢让我有错嘛 来 燕燕 黄豆骨汤补钙 我一定要去超市买点好的骨头 然后煲汤给佳佳喝 老唐 你这么晚了不睡觉干嘛呢你 你来 你来 来来来 你知道吗 这书上说呀 排骨煲汤补钙啊 我要去超市买点排骨 天天煲汤给佳佳喝 你要去给佳佳送到医院啊 那你得跟佳佳商量商量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你知道佳佳当住院仪这么辛苦 又加班又加点 吃这么点东西够大人不够宝宝的 我必须要保证宝宝的健康啊 有道理 但是咱们这样大张旗鼓地给她送过去 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难道要偷偷摸摸地去啊 大人可以偷偷摸摸的 但她的肚子一天一天就这么大了 倒也是 平时你比我聪明啊 这点你想不到 还有啊 我要说给全医院的人听 让大家都知道佳佳怀孕了 那佳佳就不用做那么粗重的工作 所有的同事呢都会照顾佳佳 简直是一举多得 老唐 没看出来啊 这么多年了 这次总算踩到点上了 那可不 明天我去超市除了买排骨之外 你要记得提醒我 买黑豆黄豆 你知不知道 豆制品对孕妇很好的 好了好了 这些我比你懂 马上要多一个人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心里还是没招没落的 老唐 你说你都这么多年了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啊 你都是要当外公的人了 淡定 一定要淡定 淡定 淡定 好了 别看了 上楼睡觉吧 明天一早 还要去早市呢 不行不行不行 我们还要研究 黄豆包排骨汤 还有什么好处 最重要的呢 你看 我们不只是大人 还有个未出世的宝宝呢 你看这儿 你看 你看 这儿 这儿 是 这儿 我 醒了 小心烫 谢谢 这是哪儿啊 这是我家呀 刚才你喝多了 不知道送你去哪儿 只能先回我家了 我刚才喝多了 没做什么失礼的事吧 没有啊 只是唠叨了两句 唠叨什么了 你让我 忠心认识了你 我到底说什么了 我觉得 酒后土人言这句话 还是挺有道理的 你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孩 我特别羡慕你 我是不是又提我师兄了 我觉得感情 不是一个人的事 最重要的是两情相悦 你看我和佳佳 我现在已经不纠缠佳佳了 不过也挺好吧 你真的放得下她吗 你真的放得下她吗 其实看见自己心爱的人 幸福生活 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如果你感到不快乐的话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哪个正确的人还没有出现 咱们现在 变成失恋联盟了 身体上的伤疤还是七次 最怕是心理上的伤伤 很多烧烫上的孩子出院以后 情绪低落 自卑 厌穴 甚至还有自残的情况 烧烫上对孩子们来说 就像是一个毁灭性的灾难 很多孩子都在这阴影长大 我们却无能为力 也不能说完全无能为力 应该找到一种好的方法 比如说在大人和孩子之间 进行专业性的烫商宣传 会有效果 这该下班了 你怎么还不走啊 您都没走 我敢擅自下班吗 我是明天查房太早 又堵车那么厉害 算了 我今天就在这儿凑合了 不打算回了 不回了 太好了 太好了 终于抓着时间跟您聊会儿天了 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事 你怎么着 打算就这么一直单着了 老师 能不能聊点别的呀 不再考虑了 谁说我不考虑了 我现在正风华正茂呢 有合适的肯定会考虑的 那合适的也不止处医生一个人呀 你能不能别哪户不开提哪户啊 讨厌 老婆 你看橱窗里这个车 是啊 是挺好看的 又放东西的包 还能放音乐 可以从小培养我外孙的音乐细胞 这个好 我们买这个 我们买这个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先看看 再漂亮也得货比三家 是不是啊 走了 走了 再看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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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熊好大呀 这个大熊啊 给我外孙刚刚好 你说说你啊 你现在近看这些不实用的东西 咱们现在 现在给佳佳买点什么 营养品呀 补品呀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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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得补补身子 好好好 这些轮胀病毒入烟的化而比较多 一定要做好隔离 避免交差感染 你不是下班了吗 怎么还不回家 我在这儿等人呢 约会呀 走了 跟谁打电话呢 由患儿家属 要是怀疑他们大孩子穿奇病 穿奇病 穿奇病很难排查的 如果控制不好的话 会对患儿的心脏 造成很大的损害 所以啊 我都快急死了 还不接电话 行了 待会儿再打吧 说不定别人家属没有把电话放在身上 待会儿再打 我跟你说件事 我姐要来了 她吧其实就是想 在咱们父母见面之前 先单独见见你 跟你说一点事 她跟我说什么呀 我哪知道她要跟你说什么 总之 你见到她就知道了呗 对了 把我给你的戒指戴上 那戒指干嘛呀 那个戒指其实是 有一段故事的 戒指还有故事 总之你把戒指戴上 到时候我姐姐会告诉你 嗯 一二十 哎 副院长 叶老师 你们聊 我先走了 好 电话打了吗 打了 没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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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下午做个家访吧 你只能这样了 我下午还得去会诊 你去查一下她的病历 告诉她穿起病 对患然的危害性 让她带孩子 必须到医院来确定 好的 老师 好 佳佳 老爸 我送汤来了 殷医生 你好 你好 来来来 真好 我有话跟你说 老爸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我跟他们说 我的比较急 这有事 什么 什么呀 老师 我先走了 我 走了 老爸 唐玉佳总 不那么疯疯癫癫的 你看 你拉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老爸 你要跟他们说什么呀 当然说你怀孕了 不可以做粗重的工夫 不能说我怀孕了 为什么不能说 他们会开除我的 他们不敢的 我研究过了 法律上 单位不可以开除 有身孕的妇女 如果不然 我告他 小点声 老爸 我怕什么 我不怕他们 不是怕不怕的问题 有别的事 有什么事 你不是跟忠副院长 聊过了吗 是啊是啊 他人很好 明白事理 他是不是告诉你 他不喜欢医生 跟医生谈恋爱 是啊 我也不算成的 有什么办法 你已经有了宝宝 不是吗 我帮他鸳鸯吗 不是老爸 我现在在他手底下轮转 你想你要告诉他 我跟医生结婚了 还怀了孕 那我儿科的成绩 还要不要了 那现在有什么办法呢 你这肚子 一天一天大起来 我当时肚子大的时候 就不在儿内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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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